二叔 先生 怎么样 也没啥好法子 多找些不合业 再疼起来 捣碎了 敷在伤口上 哥哥 兄弟 兄弟没给你丢脸 兄弟 这谁干的 还不是胡威央那个王八蛋 混账 就该早早告诉我 怎么能擅作主张去劫牢玉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这是 天大的罪过小的也认 小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叔 被他们活活打死 送我回去 送我回去 我不能连累了 连累了哥哥 兄弟 这哪是你连累了我呀 这分明是我连累了你呀 一不做二不休 我 哪儿去 小的去投案自首 二叔有家有戒 经过这番波折 定能改过自新 先生 您就救救他吧 小的无牵无挂 就让小的 替二叔去死吧 胡闹 好兄弟 好兄弟 二叔 我 跟先生论 我得喊您二叔 从朋友论 您是我哥哥 什么都别说了 说什么都是多余 谁让咱俩对脾气呢 你要是认我 明年此时 你就再来一趟 在兄弟坟上烧出高香 爹 请受不孝一子留意一拜 您之前打我骂我 我都不记着 我心里明白得很 小的知道您那是疼我 护我呢 只是小的以后 不能跟在您身边了 就请先生再找我跟班吧 只要别像我这么玩了也就好 住口 刘毅 你呀 这是我刘伯文家事 死谁 也不会死你 起来吧 我 真 起来呀 去 上老伯那儿 拿些纸笔过来 是 都跟我出去 四门设卡 挨护搜查 抓不到人 谁也别想回来交差 是 抓谁呀 这么兴师动众的 刘大人 您这是明知顾问吧 胡大人 你凭什么说我明知顾问呢 你 我问你胡大人 昨天晚上 你为什么把傅长柱 往死里打呀 问官打人犯 天经地义 问官打人犯 通常是索取口供 傅长柱的口供记录在案 你还动大刑 分明就是想杀人灭口 你 你胡说你 傅长柱人活着呢 这就是证据 那 难不成 你是捷狱的主使 胡大人 那个刘毅啊 是本官的一个小厮 我不开口 他 他敢吗 按大名律 破奸劫狱 无论何故 一律零持处责 这条你说对了 胡大人 本官今天就是来入狱的 胡大人 胡钦差 刘波温 听候发落 好 看大名律 入罪 及赤阁观身 胡大人 念错了 应该是定罪 赤阁观身 虽是一次之差 可谬无千里啊 身为钦差 可不该有这么个失误 莫不然 还对刘波温 另有歧途 强词夺礼 诬蔑本官 那倒不是 大名律啊 是本官亲自参与修订 就你刚才说的那条 跟诸位大学士 反复推敲过好几遍呢 所以我记你深刻 刘波温 现在说我是你呢 还是你是我啊 有胡大人 难不成 还要对刘波温 动纳五毒七伤之行 我可告诉你 胡大人 皇上有令 这条刑罚 只能是金吾卫 在审亲定的谋反案 才能用 就你这衙门 不能使 我问你 胡大人 你昨天晚上 对傅常柱动那么大的心 你是不是得了皇上的亲授 这 你说你是不是啊 行了 本官拒打愿招 赶紧 赶紧啊 录邪口供 赶紧 说得有理 此案重大 本官侵入 然后速成皇上 讲 你就写 查 犯官刘波温 犯官刘波温 对了 你这空一格啊 这也用你教本官 你看这是为你好啊 胡大人 你这状子是要给皇上看的 错一点 欺君之罪 肃敬 你接着说 不是你空了没有啊你 空出来了 书庆 谁敢扰烂公堂乱棍打出去 刘波温 你戏弄钦差 其罪大不敬 这条也得记录在案 胡大人 一状二事 你得另起一行 你又给险一块去了你 刘波温 刘波温 你作为纲纪总宪 不无国法纵仆劫狱 游戏公堂 蔑氏钦差 你 罪不容赦啊你 本官我今天 今天不给你一半见识 刘波温 你倒 当着皇上的圣旨吧你 吴大人 你还没摘了本官的官帽呢 来吧各位 辛苦一下 走个过场 来 小的们不敢 不走过场 你们也不好交代 来吧来吧 多谢大人关照 小的们心里跟民进似的 可不能为了良心 资荡是为了救我的命啊 来吧 那小的得罪了 刘波温 拿钱投案 自寝处置 我这是官义 不接待平民百姓 你可认得这个 上柴有何吩咐 小爷打劲好救好肉 马上就办 再被快马 饭后上路 是 今天还走啊 去 多谢官赵 兄弟告辞 上差 慢走 正所为官身不由己啊 驾 好救好肉 换马再轻 这位军爷 你可认得这个 认得认得 钦差胡为庸大人的六百里夹击 有钥匙禀报皇上 耽误了 你吃醉不起 今儿怎么了这是 这不是浪费 多可惜啊 这些酒饭哪 可不光是我老汉一个人操办的 我们这几家除了与这事有关的农户 还有众多乡亲的愧送 都敬重刘大人您高风亮节 老汉送的 每顿都是百家饭啊 老汉 一定替我谢谢诸位 是非取之 大家心里有数 哥哥 我那位兄弟现在如何呀 大人放心 已经见好了 真是常常寒着 要来投案换出大人 再就是要见那个刘毅 回家一定告诉他 千万不可妄斗 你就跟他说 说我一切自有安排 我来找宋大人 刘伯和刘大人要事成报 皇上 这事好像有点闹大了 皇上的意思是 再等等 朕估摸着 这李善长快来了 陈李善长求见皇上 把折子收下来 好 陈公请圣安 什么事啊 陈刚接到胡卫营举报 那刘伯温莫无国法纲 节欲放亲 咆哮公堂 是吗 据朕所知 这刘伯温一向是老成持重 这次怎么一反常态 撒气也来了 是这样 臣以为 你接着说 广阳又不是外人 李大人密奏 臣告退 你留下 你说不说 朕还有事呢 臣以为 刘伯温为人专横跋扈 其实早已尽人皆知 只不过平时 聚于皇室的威严 实施意志而已啊 你有什么平据吗 刘伯温是才傲物 尽人皆知 自已开国元勋自诩 又把哪个放在眼里啊 他当的那个官 管的那些个事 就不应该和朝里的 众臣们拉拉扯扯的 否则 朕还信不过他呢 自从他执掌御史台以来 借以打击豪强为名 你少扯这些没用的 先跟朕说说 他犯了什么王法 胡卫庸奉旨 只查办官马一案 因为牵扯到刘伯温的亲戚 他就处处作对 竟然纵仆劫狱 就这一项罪名 就够他死两次的了 还有呢 据胡卫庸说 刘伯温还大闹公堂 欺辱钦差 要说起这嬉笑怒骂呀 胡卫庸还真不是他刘伯温的对手 当时的情形一定很狼狈 臣以为胡卫庸身为钦差 受命于皇上 刘伯温不敬钦差 那就是不敬皇上啊 事可忍孰不可忍也 那你跟朕说说 朕应该如何处置他 呼啊 皇上 他真是大不敬之罪啊 朕在问你 该如何处置刘伯温 当然 也不能光听胡卫庸的一面之词 也还要等等 等等刘伯温刘大人的说法 是吧 这可惜这路途太遥远啊 皇上 真是巧啊 就在你来之前 那刘伯温的折子也到了 是由宋连转撑上来的 广崖 在 给李丞相看看 是 李大人 请 李擅长肯定在皇上面前告我的黑妆 对他来说 这可是报复我的天赐两计啊 不过他表现得越激烈 皇上越会反应冷淡 皇上呢 不可能轻易打破我们之间的平衡 让他李擅长一家都大 况且 我已经让宋连抢先递了个折子上去 占了先机 哎 虽然这事的结果会是有惊无险 可我还是讨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太被动 嗯 嗯 嗯 李大人 欲中安好 下官特来问候 大人 有件事我忘 您家中是否藏有皇上赐的铁卷单书啊 嘿嘿嘿嘿嘿 我记得 徐达徐大将军有 李擅长李丞相也有 好像您没有吧 哎 这次我真是为大人担心哪 我都不担心 你跟着下担什么心呢 嘿嘿 这不是拜您教诲吗 本官这几日正在研读大明律 你看 贪慕 劫 独职 妄罚 这恕罪并罚 死字怕是逃不掉了 胡大人 生死有命 你盼着我死啊 我未必死得了 哎 不是我想盼着你死 这律法条条都摆在那呢 律法条条之上 还有天理昭昭 好一个天理昭昭 既然天理昭昭 为什么刘大人坐在里面 而下官却在外面呢 天机不可泄露 这事说出来你也不懂 我却懂得 除非迫不得已 没人愿意自己坐见 刘大人 您这是又想戏弄本官 胡大人 刘某今日无事 心情又好 我给你算一挂 你看怎么样 刘大人您都这不填地了 还有这心情 你看 行 都说您神机妙算 那您把我算算 是不是你死了以后 因为我办案有功 要连升三级呀 胡大人 我死不死啊 丹淑墨 但从面相上看 您这人还真是一脸观象 日后飞黄腾达 能做到丞相也未可知 再说一遍 做到丞相也未可知啊 往下说 把手伸个 左手别老吃那梨 胡大人 可有一样您记住了 您这人啊 不得好死 你这 而且像您这样 朱连九族全家都得死绝了的 还真不多 这点您记好 你 大胆刘伯温 你敢咒我 你这混蛋 来人哪 打 动手啊 胡大人 圣旨到了没有 圣旨没到 你敢打我 我告你犯上作乱 你别急 圣旨这三两日便到 你的死法多了去了 斩坚后 斩立绝 次要白灵 砍头灵池 要你怎么死 你就得怎么死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的人口 你 你就等着吧你 胡大人 记着我的话啊 臣以为这刘伯温身为朝廷大员 竟然不顾法度主使吉余 成何体统啊 那折子上写了 胡卫庸重刑拷打傅长柱 目的是置其于死地 让官马一案无法深究 故而出此下策 然而他自己也投案入奸 看来是事出有因呢 这是他强词夺理啊皇上 自古堂光问爱 哪个不打不加呀 难道都是为了不留活口吗 臣以为这件事的蹊跷之处 就在于那个傅长柱 如果不是他的亲属 怎么会生出这么多枝结来呢 您瞧瞧 您瞧瞧这上面写着 什么叫此案根基在上 什么叫扑朔迷离 一个同志 一个县令 还有一个签户 这几个主犯不都抓住了吗 那些可都是刘伯温抓住的 而且刘伯温说了 他抓住的只是一些小虾米 真正的大老虎还在后面呢 他那是唯恐天下不乱 借机铲除异己 据朕所知 你跟刘伯温一向不合呀 你算不算他的异己呀 臣与这件事毫无干系 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朕也恰好留意到 此案中另一出蹊跷 皇上是说 那个主案傅常驻的上司 朕远军守备 都指挥使钱大壮 原来是你家乡的布曲吧 朕问你呢 是不是啊 皇上不提 臣几乎忘却了这个人 对对对 臣是有这么个老乡 不过已经多年未见了 那朕就让你们见上一遍 叙叙就如何呀 那 臣着实愚钝 不懂皇上的意思 汪广阳听旨 臣在 宣刘伯温前大壮即刻进京 胡卫庸留守当地 全力缉拿粤语逃犯 及协同人等 归拿集案后严加看管 后职处置 臣遵旨 一切就按先生的吩咐速去办理 马上就办 先生哪天回来啊 多则七八日 少则三五日 他要的东西也得备好 知道了 你到那边以后一定要侍奉好老爷 这干粮带着 路上吃啊 行 自己小心 知道了 驾 监狱人留意前来自首 这位小哥擂鼓干嘛 找死啊 还不快走 这位兄弟 你那好心我心领了 不过今天这鼓我勒定了 你怎么这么酱啊 听人劝吃饱饭 我来替我家先生 我不能让他为我坐牢 小哥非要如此 那我可传了 快快有请 里面都听了 外面有人托案 自称节语人留意 传老爷声唐 大人您慢点 大人 你 大人 大人 堂下何人 小明 刘毅 刘毅 你是刘毅 劫狱私放傅常铸 就是你 小明前来认罪 先打他二十板子杀威 翻头 小小蛋 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是 传老一例 当堂放倒 二十大板 是 一五 长长 这声音不对 二党是想糊弄本官 大人 这小蛋 本官是做过县令的 你以为听不出来 把裤子脱了 是 别 我放了几个屁臭 大人 怎么样 你这小子 也敢戏弄本官 波光重打 加法十板 小官 等会儿 疼人 老司 有 肯狂 有 很多人 都弄了 一 一 红 一 封 一 加法十百 加法 只要你打不死小爷 小爷我明天就让你死 我说你们姓刘的 说话口气都这么大 你家主子都自身难保了 你这小丝还敢在这儿胡闹 好啊 本官今天成全你 凑个整数 打五十百 看看你这嘴硬还是板子硬 我实话告诉你当地皇上 和小爷我的关系不一般 小爷我这个名字 都是我那皇上哥哥亲赐的 我皇上哥哥还说了 只要我遇到难处 就让我去找他 皇上哥哥 弟弟命苦 居然有个小王八棍敢打我 你打吧 只要你今天打不死我 日后在凤天殿上说话 打吧 打我 你 你吹牛吧 不信你就先问我皇上哥哥去啊 如果我是吹牛 你再来打我也不迟啊 反正我人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你这话有理 你这小丝 本官暂且记下你这顿板子 如你所言不识 吹牛 五十大板之外 本官再送你一家 夹不断你的狗腿 就算本官食盐 子贩收监鸡押 严家看管 我等着你 对他 好酒好肉也是有的 不然我告你虐待皇亲国戚 还不把衣服穿上 今天要不是小爷我集中生智 屁股不得开花呀 见过堂上爽光棍的 可没见过你这么爽光棍的 你还不信呀 我们读书人从来不打狂语 你唬谁呀 你们几个还真使劲啊 小的见过先生 你怎么进来了 不跟你说别露面了 我来替您呢 那能让您替我坐牢啊 糊涂 你进来了 胡英能把我放出去啊 我是煮饭 余妾与您无关 我都进来了 他凭什么压着您呢 刘毅啊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还打没有 先是二十板子 后来五十大板 胡说 五十大板跟没事人似的 也不想想我是谁呀 我跟的又是谁呀 就在那大板的吉江里 倾盆暴雨之势 拍下我的铜石 小的灵机一动 搬出了我皇上的关系 你跟皇上什么关系啊 您都忘了 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就连小的名字 也是皇上给起的呀 是是是 有这么当的事 甭说我忘了 我估计皇上自个儿也忘了 我没忘就成啊 看节上亮出来吓唬人 太太娘管用了 又说粗话 哎呀 真是 进诸者世纪莫着 嘿嘿嘿 我这才几日没跟着您啊 就又像是回到以前似的 先生 您赶紧再教我几句诗吧 还有心情念诗 是 快给我讲讲 经理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傅常铸现在怎么样了 珍 看来这药真管用 眼瞅着你就能做起来 喝下这药总想睡觉 郎中说睡觉就对了 这上今动工一百天 静养才好恢复啊 中午啊 狗娃她娘还说给你送吃的来 说是大补的 这些日子 全凭老伯照应 哎呀 说这些干什么 这不都看在刘大人的面子上 傅常铸 愧对老伯 哎 不光是老汉 还有那些被你们欺压的乡亲 自从见到哥哥 傅盟已凡然悔悟 决心 一丝谢罪 哎 认了错就好 何必去死呢 我之所以狗活事上 主要是还有两个心愿为了 一是 为哥哥脱罪 让那些更该受罚的高官入罪 第二 就是看看我那为姐面的儿子 给刘大人说了 要你在这儿安心养伤 他自有安排 我哥哥现在还好吗 怎么 那钦差不让我们往牢里送饭 说是为了刘大人的安全 这个狗官 以心想跟我哥哥作对 等我伤势好些 亲自受认了那四 替哥哥出几口恶气 这可万万使不得 你这不是帮忙 这是给刘大人添乱 来人 大人 六百里加急递送 不得有误 是 禀大人 圣旨到 快快摆安排箱 本官更衣后接职 是 瞧见没有 接着皇上召我的圣旨了 刘大人果然神机妙算 那就请吧 好吧 刘易啊 安心在这儿待两天 我过两天就回来 先生您就放心去吧 见到皇上 记得替我多多拜上 就说我刘易想他了 这你不必嘱咐 见了皇上我不说 他也得问起你啊 那是 这话是说的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呀 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呀 刘大人 要不把他一块带上 一交大宗正院 大宗正院 那是干嘛的呀 管你们皇亲国戚的呀 不过被管的都是国姓 还没听说过有姓刘的大人 刘易 记着我的话 安心在这儿待两天 听见没有啊 胡大人请吧 等一下 来人 大人 一律 您得代家出养 大明律缔解罪犯 代家贴封 更何况您是侵犯 你放屁 我家先生可是皇上 跟前一顶一的大红人 你羞辱我家先生 就等于羞辱皇上 好大的帽子呀 我怎么是羞辱呢 我这是依法行尸 要不你问问你家大人 他亲自参与过 大明律的修订 你跟他解释解释 犯了法了那是没他说 可我家先生没犯法 你凭什么给他代家 他纵谱节鱼 节鱼的是我 小爷我就在那待着呢 我的口供是我家先生 没有纵谱 是你栽赃陷害 这回你可真吓着我了 栽赃陷害 你那京城里的好朋友皇上 可能会罢我的官呢 柳翼 胡大人既然坚持 没事 我刘伯温代家面胜 来 代上 来 轻点 别把刘大人弄伤了 先生 刘伟 起来 给人笑话 大人 到了经理 还望在皇上面前 多美言几句 就说 我胡某人不负圣命 办案铁面无私 好说 胡大人 请 胡大人 胡大人 胡大人在石家了 是啊 胡大人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 公事公办案 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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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拿着家上的贴风 下官这就去取 刘大人稍候 又不负圣人 可是好无负圣 我又听着 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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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能连累了人家 各位 是我刘伯温无能 到现在未能为各位 讨回公道 惭愧 惭愧 千里昭昌 千里昭昌啊 请起老人家 请起 各位父老乡亲 惩戒贪官 乃是我刘伯温分内之事 个人荣荣 不足挂持 不足挂持 来来来 战人 只是两位忠实可靠的后生 一路陪同大人回京 一方不测 同时也在照顾大人路上的起居 来 快 见过刘大人 见过刘大人 请起 请起 诸位相见 我刘伯温 在此谢过各位父老乡亲 多谢 多谢 来 本官亲自为你沾上 嗯 刘大人 恭请上路 刘大人 请吧 刘某 就此别过各位父老乡亲 刘大人是个好人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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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喊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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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的给我站出来 刘大人 自古行不上大夫 刘大人乃开国之元勋 失文之态度 如此对待 怕是会伤了 天下世子的心哪 你想怎样 学生全代本信世子 恳请大人法外开恩啊 两岸主犯依然逍遥法外 刘伯温九族连坐 顾此代价 不若放开他 全县你等学子 愿以入奸为至吗 至 各位父老乡亲 听刘某说两句啊 各位好意 刘某心灵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各位请及 请及 渡大人请请请请请 都把他们给我哄走了 渡长主先来管 渡官 给我给我开架 你的伤还没好呢 长主 长主啊 哥 长主 你怎么让他跑出来了 哥哥 兄弟 兄弟拜别哥哥 你我 来世再见 狗官 你开始不堪 我杀了你 兄弟 不能乱来 刘伯尉 快让他住手 这么胡闹 你知道后果 杭树都是死 杀你不躲 不能乱来 兄弟 你真不能杀他 为什么不能杀他 杀了他 把哥哥在朝廷出去麻烦 如果你把他杀了 驴兄再有道理也说不清楚 胡大人放在说 刘大人是九族连坐 所以代驾 现在主犯归案 胡大人应该开家才是啊 刘伯尉 你教授刁名 击破本官 本官要拒实上奏 你开始不堪 我父常住是个聪人 大不了御死我破 别别别 兄弟 开 快开家 是 快啊 快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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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兄弟 好自为之啊 等着哥哥回来 等着哥哥回来 跟我押起来 给我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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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要送送我的哥哥 哥哥走 哥哥 我押起来 哥哥 和我押起来 兄弟 有本草咒 无本退朝 臣有本草 说 齐作皇上 进屋未报 刘伯温于三日前已经回到应天 既不前来面君 今日又不造朝 那你要参他一本了 臣参刘伯温狂悖无礼 其罪大不敬 臣负义同参 臣以为刘伯温身为免贯减待罪之臣 自回京之日既被金武卫机管在家 皇上不招 他自然不敢轻易面君 更不敢早朝 既是待罪之臣 就该主动向皇上恕之请罪 难道还要皇上用八抬大叫抬他不成 请丞相听仔细了 臣说的是待罪 而不是待罪 什么待 什么不待的 你什么意思 臣说的这个待罪是等待的待 而不是张光礼待的待 别跟我玩什么词子啊 关马一案 刘伯温设案很深 纵仆劫狱 事实俱在 关马一案 刘伯温有本上奏 自有皇上名段 皇上不断 李大人先断 自有剑阅之弦 臣负义同参 你又负义同参 臣负义同参 那好 那你跟朕说说 那你为何负义啊 那为何同参呢 臣 臣以为 启奏皇上 啥 大人 您刚才说了些什么呀 胡闹 连话都没明白 就负义同参哪 我这朝堂上 是你们随便 儿媳的地方吗 皇上息怒 臣实在是儿辈 把他的手本 给朕拿上来 领旨 你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婴头小凯 陈席赵孟府 兼顾米元璋 朕问你 这板子上写的是什么 给朕念念 皇上 臣老眼昏花 比老眼昏花 还写什么狗屁 迎头小凯 朕让你念 念 你快点念 今天不念 朕砍了你的脑袋 是 音音寄予小桃红 争风吃醋白牡丹 没有许笑 你给朕记着 有效者记录在案 朕罚他三个月的俸诺 领旨 你继续 皇上开恩 臣 朕还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还有领度之才 奇闻共赏吗 念 皇上啊 皇上啊 来人 你 你 你 老臣就念 你俩老夫都最爱 左拥右抱花下面 朕是真没想到啊 朕只知道你是个人才 真不知道你还是个银才啊 臣是银财 臣是银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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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吧 笑吧 朕也忍不住了 哈囉 挤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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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看看你都什么岁数 还什么小桃红 白猛 你们家有没有狗尾巴花啊 你笑什么 皇上开心 老臣自然就笑了 都别笑了 还傻站着干吗 还不把他给朕弄出去 是 臣是真心话呀 皇上 臣是真心话 玉山长 臣在 念他是故旧 朕赐他 以锦还乡 现实离京 谢皇上龙恩 臣遵据 我已经回来三天了 皇上一直避而不见 今天突然传诏 一定是要我与那朕异军 都指挥使钱大壮当朝对质 我有把握将这钱大壮定罪 却不知能否因而减轻过兄弟的罪责 救他一命 谁还有本要揍啊 臣启奏皇上 刘伯温那件事啊 朕自有主张 那你就不要多言了 臣 遵旨 李山长 臣在 朕远军的那个钱大壮到了吗 回皇上 已经到了 嗯 朕 今天要亲自审礼一桩 贪莫大案 刘伯温殿外后旨 罪臣刘伯温面军见驾 宣 宣刘伯温上殿 刘大人怎么这身大壮了 要是刚从楼里 刘伯温这是怎么回事啊 罪臣刘伯温恭请圣功万福 刘伯温 你三日前就已回京 为什么不来见朕呢 戴罪之臣 不敢贸然觐见 起来说话 谢皇上 你怎么这身大壮啊 为臣有罪 罪该万死啊 刘伯温有罪 应该着有私勘问 罪臣有话 面胜陈情 讲 启兵皇上 罪臣查得 朕远军督指挥使钱大壮 伙通下属 买通属地之线 又强占民间土地 还通过倒卖关马 赚取躺银 皇上 这可是动摇我大明根基的一桩乌案 朕远军督指挥使 钱大壮朝近 宣 宣 宣钱大壮进殿 臣钱大壮叩见皇上 愿皇上服如东海 寿笔南山 起来说话吧 谢皇上 你是 回皇上 太湖一战 末将曾为皇上断后 孤舟献敌 身住武剑 朕想起来了 你是原来李丞相的布局 人称钱小妻的那个 正是在下 那身上的剑伤 现在怎么样了 没留下什么病根吧 托皇上的红服 末将的身上又多了五枚肉钱 这是皇上赏赐末将的荣耀 好啊 会说话 朕爱听啊 钱大壮 臣在 知道朕为什么选你来吗 末将知道 那就别跟朕绕弯子吧 说说 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今天当着满朝文武 朕再问你一句 有还是没有 回皇上 末将没有 那好啊 你站在一边吧 刘伯温 你说 皇上 这乃是钱大壮下属傅长柱 签字画押的贡状 请皇上过目 呈上来 刘伯温 我问你 你既然已经取得 和傅长柱口供 暗设钱大壮 为何不急报朝廷查办 此乃大案 是说要缘 自当仔细核查 慎之又慎 大案隐瞒不报 私自核查 其中又牵涉至亲 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啊 李大人 刘伯温乃御史忠诚 皇上的耳目 可不能听见风就是雨 去尾存真才是职责 至于我的兄弟傅长柱 罪臣 为亲不曾妄议 于公不曾枉法 皇上壮旨之上事实俱在 请皇上名掌 立门不报就是欺君 口是心非 结党名思 排斥义己 那才叫欺君 我罪赦哪条啊 还望李丞相名师 你看你这个样子啊 你批发罪义 游戏朝堂 莫无君上 这就是欺君啊 我问你 我一个戴罪之臣 被皇上从狱中招进京城 我不穿这身 我穿哪身啊 有什么不妥 搁着胡威庸的意思 我这还得重用家臣料的 你纵不及狱 事实俱在 启禀皇上 臣从狱中救出傅常铸 实在是为了皇上将来 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留一个活口 除此之外 绝无二心 今日面圣之后 臣即刻回到监狱 誓死是活 全凭皇上圣财 律有名闻 劫狱者死 刘伯文 关马一案 你可证钱大壮有罪 罪臣愿证 如果钱大壮不罪 那你这罪过可就大了 臣死而不害了 你说先生这会儿干吗呢 这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 哥哥收了我的千里 正蒙受不外之冤呢 你也真是 你说我好不容易 把你都劫出狱了 你又回来自投罗网 白让我和先生 唠了个劫狱的罪名 让你们担了这么大的罪名 我在外面待着也不踏实 现在该是上朝了 可能先生现在就在皇上面前 替你求情呢 我这个罪啊 怕是免不了了 只要哥哥和你平安 我就心满意走了 咱们仨都会平安的 钱大壮 我问你 关马一案 你一点都不知情 回皇上 末将确实不知情 你回朕干什么 你要回的是刘伯温 现在啊 是你们俩的事 你们一变一搏 让朕听听 到底是谁在理 回刘大人 末将不知情 一钱赃银都没贪污 一钱未收 户部拨的躺银 全都用于正途 末将武职从未经手 都是下面的职官办理 这么说 你是个清官啊 轻与不轻 每年户部兵部 都有案可记 有案可查 你先别插嘴啊 听他们说 关马一案 从头到尾 都是你家兄弟 一手操办 可是傅长柱的壮旨上写着 两年以来所获赃银一千二百余两 没错 那就是一千二百多两 这些银子 都让他一个人贪了 你确定 确定 好 据钦差胡威庸审计 账目上光这两年出路的数目 就有两万余两 我问你 这么大一笔银子 都上哪儿去了 这 这我怎么知道 都竖起耳朵听着 别在下边瞎嗡嗡 肃警 我的意思是说 无论有多少银子 都被你家兄弟一个人贪了 你为了给他开罪 自然要少说被贪的银子了 大明律规定 官员贪银千两以上者 即是死刑 我既要为我家兄弟开拓 我为什么不把这数 压在千两以下呢 一千二百两 刚够要了他的性命 对啊 钱大壮 你说躺银不经过你手 那马匹买卖总经过你手吗 蒙皇上厚案 我身为一方总容 马匹 我当然经手 好 我来问你啊 案发所在地 群木千户所 马匹总数多少 大约两百余匹 两百余匹 两百余匹 两百零一匹 还是两百九十九匹 两百一十匹 两百一十匹 全部造册登记 刘伯温 末将是个武人 说不过你 也绕不过你 你有本事 就拿出证据 少在这里说这些废话 钱大壮 你不是要赃证吗 我就给你个赃证啊 自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 千户所偷偷运了五十多匹官马 至深山牧羊 我问你 你既然说这官马数目 全部造册登记 这五十来匹你查查 账上有吗 刘伯温 你 你血口喷人 五十来匹官马值多少银子 这笔银子打上去了 刘伯温 你说的这些可有实证啊 启禀皇上 臣早已派当地农孔日夜监视 皇上可随时派员全去鸡刹 就会明白 这 李丞相 最了解末将的为人 李丞相 你为末将说句话 皇上 这个 皇上 肚子突然不适 告家去方便一下 憋着 皇上 这实在是 朕让你憋着 你接着说 皇上 如果说诸位 还认为钱大壮 不是这桩贪案的主犯 那罪臣还有意 说 皇上 朕远军都司衙门 下辖有三个群木千户所 现在这一个事发 那两个也脱不了干系 只要皇上肯派人急查 真相即刻大凡于天下 好啊 那朕就即刻下旨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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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实在是 看来李丞相 是真的憋不住了 退朝 不妨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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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老回禀 就说我回府换完衣服 马上穿戴整齐 就去紧身殿进去 那可不成啊 皇上有旨啊 立马召见 容不得您回家换衣服 皇上啊 正等着您呢 那我也不能穿这事啊 这事行头 皇上知道 已将一剑龙袍啊 要赐予刘大人 皇后娘娘 着宫女啊 一会儿就送过来 臣见过皇上 朕的这件长服 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臣下见月 皇上的衣服 臣实在是穿不得 我说穿的就穿的 起来吧 臣谢皇上恩赏 其实啊 谁是什么样的人 朕心里边清楚 官马一案 既然由你而起 就由你而终吧 朕打算收你钦差 去替换虎为佣 是 你那个亲戚 打算怎么处置啊 按律当死 可是 那就按律执行吧